我们这个家里的事情已经讲完了 那我们今天就很兴奋的赶快展开今天的课程 那我也把今天的这个课程 我现在来正式录音 好再一次谢谢来自全世界的这个杰斯家们 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 US全球创富系统的这个培训学院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要讲的就是要怎么样来包装你的故事 没有错 你的故事 不要怀疑哦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故事 而且不管你现在是在什么样的这个阶段 都会有怎么样 都会有自己的故事 那另外呢 对于这个刚加入这个平台的朋友们 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是ABC 或者你说我知道ABC 可是不晓得为什么我推动这个活动 我推动这个上课或者我推动这个OPP 就没有效呢 那有非常大的可能就是可能你怎么样 你的ABC法则没有抓到重点 所以我想今天这两个非常关键的这个技巧呢 我想不论你在这个这个生意的这个阶段是在初期的 或者是比较我们说老一辈的这个资深会员哦 我想今天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重新来看看到底 在这个技巧当中呢 有哪些地方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啊 那我想呢 在包装你的故事呢 包装你的故事啊 我想每一个人今天呢 其实这个生意就是怎么样 就是分享的生意 无论你在何时何处 跟朋友分享 我想大家都有兴趣了解什么 了解你的故事 为什么我们说你的故事 而不是说教大家要怎么样学会当讲师哦 因为呢 其实很多人一开始加入这个平台有一个很 就是有一个误解哦 他们认为哦 其实这这个不是误解 这是传统的这个教育的环境呢 跟传统的这个行业呢 已经习惯把我们教导成你做什么事情怎么样 你都要说得非常清楚 而且怎么样 好像资讯提供的是越多越好 可是呢 在我们这个平台 其实就是一个借力啊 的这个最好的例子 当你懂得怎么样借用系统 借用工具 借用活动 其实呢 你这个生意可以做得越来越好 那我想这个 如果呢 你一开始这个学会去怎么样当讲师 那你学会把这个产品都背的很详细 像这个专家一样 或者呢 你把杰斯的这个奖金制度 讲得非常的好 那这都很好 可是重点是当你跟朋友分享的时候 如果你讲的是这些比较平面性的资讯 其实你很容易让朋友认为你是什么 你是在推销 你是在销售 可是你要是记得的话 其实朋友最喜欢听什么 听你分享你的近况 分享你的故事 所以呢 其实要怎么样去包装好你自己的故事 其实是非常的重要 那怎么样能够说出你的故事 说得好 这绝对能够帮助你怎么样 能够成功的邀约 邀约朋友到会场 邀约朋友来看我们每个礼拜 系统的这个视频说明会 那这个说故事绝对是怎么样 绝对是我们生意必须要有的技巧 当你把故事说得对 会直接定位怎么样 定位你是推销员 或者你是怎么样 真正发自内心 喜欢帮助朋友 关心人的朋友 所以呢 这个说故事呢 要说的恰到好处 绝对是大家怎么样 大家能够这个持续学习的这个重点 那我想每一个人啊 不管你现在在杰斯的生意 是什么样的阶段 或者有没有从事过电子商务的这个生意 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那什么故事呢 也许是产品在你身上的见证 或者是怎么样 你在杰斯怎么样 已经怎么样 开始能有一些收入 能够改变你的这个生活 在这里呢 这个支票的故事 我在这里要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其实呢 其实要跟朋友见证你的支票 就是赚了多少钱的故事呢 其实呢 很多人都认为 我一定要赚得像 这些总裁级五位数字 六位数字的这个收入 我才可以跟人家分享 其实这不是正确的 因为呢 其实你周遭的朋友 唯一想知道的是什么 想要知道 这是不是一个真的平台 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实际的 真实的一个生意 所以呢 其实举例来说 我想杰斯的奖金设计 是非常的巧妙 我想每一个朋友 一开始的时候 你就可以怎么样 掌握住 每个礼拜都可以赚取 就是什么 赚取这个推广奖金 就是从美金 25块钱到美金 500块钱都有 其实这个部分是你怎么样 绝对可以控制的 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你花一点点的时间 一个礼拜 可以推广一个朋友 加入这个生意 一个礼拜可以找到你的 一个生意的伙伴 一个礼一个月 就是有四个新的单进来 那我们讲平均 200块钱美金 你是不是一个月 就有800块钱的收入 那我想问问大家 如果今天你是上班族 或者你开始进行这个生意 你花几个小时 一个月就有美金 800块 1000块的收入 你说多不多 其实是非常震撼的 你想想看 在上班族的朋友们 你要花多少时间的 每年的加薪 才可以让你一个月的收入 多出几百块钱美金 所以呢 其实支票的故事 你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就算你才刚加入 一个礼拜 马上就推荐一个朋友 这也是支票的故事 你也可以怎么样 告诉朋友 我才刚加入这个平台 那我很自然的状况 学会怎么样 跟朋友来分享这个生意 我就已经赚到200块钱美金 所以呢 朋友不是要知道你的数字 因为如果你一开始 就赚大钱的话 这是什么 这好像是不太真实的生意 因为我们的生意 确实是怎么样 大家要凭努力 凭爱心去建立这个生意 那我们绝对是能够有 能够在这个平台 得到复制的收入 可是呢 这个支票 回到支票的见证的过势 其实你要知道 朋友只是想知道 这是不是真实的 那如果你还没有开始 运作这个生意的话 人总是要有第一步嘛 那这时候怎么样 你也可以跟朋友分享 你为什么加入杰斯 你的愿景是什么 你希望在这个平台 能得到什么 这也是非常有震撼性的 一个故事 或者是说 你也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借用你周遭领袖的故事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常常参加这个活动 为什么 因为你去那边收集故事 如果今天你看到一个护士 那你知道 不管是自己团队 或者别人的团队 有护士的朋友 在兼职的部分呢 就怎么样 就六个月赚到全职的收入 这是很好的故事 或者你们看到 有一些领袖们 他们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 怎么样 就把自己兼职的收入 在杰斯里 已经超过他全职 做十年 二十年 打工赚来的薪水 其实这也是故事 所以呢 我想这个生意 前提之下是什么 当你用分享故事的方式 去跟朋友接洽的话 第一 朋友一定喜欢你 因为大家喜欢听故事 第二 怎么样 你就变成怎么样 你在一个很自然的状况之下 跟朋友来分享 OK 好 那既然故事那么重要 当我们自己跟朋友分享 自己的见证 自己的故事 有三个 有三个重点要在这里面 我想这个分享自己的故事 不是只有你要在会场 叫到台上做分享 才叫做分享自己的故事 其实这个生意 只要你想要成为这个经销商 想要拓展你的生意 每个人都要学习 怎么样跟朋友分享自己的故事 哪怕是吃饭的时候 哪怕是在这个聚会的时候 你都要抓住三个重点 那第一个重点 你一定要怎么样 告诉你的朋友 你现在的处境 你现在的不圆满 你现在的缺口 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想呢 今天我们要找什么样的朋友 我们要找对生活怎么样 充满愿景 想要改变生活的朋友们 所以呢 与其去指出我们朋友 你上班可能没有太大的出入 或者是说 你看你现在当老板那么辛苦 每天赚的钱都去付房租 与其去手指 去怎么样 去指着对方 你今天要把手指怎么样 转个弯 回来指你自己 但是借由讲你自己的不满 你的缺口 其实间接就就是告诉朋友怎么样 嘿 让他们能够对你产生共鸣 OK 所以这是一个技巧 所以举例来讲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上班族 你加入杰斯的平台 就是希望怎么样 有自己给自己一个B计划 给自己一个备胎 所以当你跟你同事分享的时候 同样的 你可以告诉他 你说小王 你也知道我们上班 我做这个工作 做了那么多年了 那我总觉得 每次都帮 每次上班 第一个 我永远没有办法 花时间照顾自己的家人 而且我一直在上班 我真的看不到 我未来的愿景 我好像永远都在 帮老板怎么样 实现他的梦想 可是我自己 每年回过头来看 我今年也没有比去年过得好 所以你现在在讲的部分是什么 就是在讲你的痛处 这时候 你的朋友会怎么样 他会点头 为什么 因为你刚好讲的 就是他的怎么样 他的痛处 那这个第一部曲 讲出你自己的不满 你的缺口 还有另外一个功用 你在怎么样 你在营造一个环境 为什么 你在提醒你的朋友 其实我们的生活 确实怎么样 确实值得有改进的部分 确实有机会 能够出过的更好 所以这是讲你见证的 这个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 第二部分 你要借由推崇你的朋友 你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认识这个平台 你就要推崇你的朋友 举例来说 OK 那在这个几个礼拜之前 借由我这个从小到大 我非常信任的朋友 那他在商场上 也做得很成功 介绍了我一个生意 这个就是怎么样 在推崇你的朋友 为什么一定要推崇你的朋友 那这个朋友 不见得一定要是 你的直接的推荐人 也可以你在这个平台里面 认识的领袖都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借由推崇你的朋友 能够怎么样 能够增加你自己 或者平台的公信力 为什么 因为朋友认识你那么久 很喜欢你 可是朋友怎么样 不认为你是电子商务的专家 所以这时候 你要是借由第三者的朋友 让他知道怎么样 你看连那么成功的朋友 都在运作这个生意 表示这个平台一定很有吸引力 所以呢 这就是帮助你 能够怎么样 弥补我们自己 在商场上的怎么样 的缺 这个朋友对我们的这些盲点 还有呢 增加这个平台生意的公信力 举例来说 那另外一个例子 你也可以讲 经由我一个工作上的朋友 我非常信任他 因为他在做人处事上 很多人都尊敬他 那他告诉我的 有一个最新的生意平台 你看看 你讲了这一句话 就怎么样 就代表这个生意 不是只有你认为好 连怎么样 有公信力的朋友 都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生意 所以这是分享自己故事的 第二个成分 要有的一个内容 那第三个呢 也就是最重要的 你要告诉朋友 你已经在平台得到的改变 或者是对于新的朋友 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讲你期待在这个平台 得到什么 所以呢 这时候呢 举例来说 你可以告诉你朋友 经由我的一个从小到大 我非常信任 而且在商场上 很成功的朋友 介绍我这个平台 我才知道 原来还是有机会 能够让我怎么样 让我 努力一阵子 最后能够完全改变我的生活 所以我现在决定 我要全力投入这个生意 所以当你讲了这番话的时候 怎么样 你把几乎你朋友 想要问的问题 都已经回答他了 而且呢 在这个delivery 在这个呈现的部分呢 是一个非常自然 任何人都可以说自己的故事 那最重要的是 一切的一切 你的信念决定一切 如果当你 在分享故事的时候 你讲的有点结结巴巴的 其实讲自己的故事 不太会结结巴巴的 如果你讲的结结巴巴 或者是讲的有点 好像气不足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连你自己 都没有信心 你想想看 你自己没有信心的 平台的动作 你要怎么样去感染 去说服你的朋友 对这个平台 或者对你有信心 我们大家好好的回顾一下 我想呢 每一个人加入杰斯 你问问看自己 有谁是加入杰斯的那一天 对产品完全了解 对奖金制度完全了解 或者对这个平台运作完全了解 几乎没有 我想每一个人都怎么样 都在完全不了解 这个平台里面的内容 但是却选择愿意去加入 为什么 因为我们对朋友信任 所以呢 我们的信念很重要 我还记得我一开始加入杰斯的时候呢 其实我开始跟我最好的朋友分享 那老实说 我因为没有什么内容分享 我一加入了以后 隔天跟朋友吃饭 我就告诉他什么 我告诉他 我觉得这个生意应该很好玩 我要好好的来试试看 结果怎么样 我还没有问的时候 我朋友就说 那我也来 也分我一份 我也来试试看 跟着你 所以呢 事实上 这个生意是靠你的故事 去吸引朋友 而不是靠你对怎么样 当讲师 要把这个生意 很逻辑式的告诉朋友 会让朋友来签单 其实你大家可以想一想 其实 现在在这个 这个电子媒体 非常这个 popular 非常这个 大家 常常看到广告 常常看到媒体 其实每个人都会说什么 每个公司 每个产品 已经有太多的广告 在包装自己 所以其实我们从小到大 已经被习惯怎么样 对于好事的消息 认为什么 好像不太可能 所以事实上 如果今天 你以一个很逻辑的角度 你不跟朋友分享故事 可是你告诉他 这个平台已经做了 90几个国家 在全世界 有非常多成功的人 是加入这个平台 那产品呢 是非常的不得了 有248个成长因子 所以即使你讲的 这些资讯都没有错 可是呢 我觉得没有办法 吸引朋友 因为朋友 已经听过 太多的推销员 连百货公司的推销员 讲产品都讲得比我们好 我们为什么要用产品 去吸引别人 其实产品 跟这个平台 一定怎么样 一定可以让 愿意改变的朋友改变 可是今天 他要做这个决定加入 大部分的因素 是因为他信任你 所以你的故事 绝对会怎么样 会影响你的信念 会影响他们 所以每一个人回家 好好的练习 怎么样去分享这个故事 因为呢 你宁可在家 好好的练习 其实这是自己的故事 又不是编出来的 我们只是把怎么样 把重点抓出来 能够产生一些对比 而且能够让对方 得到共鸣 所以你要好好的练习 这个故事 因为这个故事 能够让你在这个平台 赚到一个月 五位数字 六位数字 美金的收入 你要不要好好说 这个故事 你看看去哪里找一个生意 光是靠说故事怎么样 就可以让你怎么样 把生意拓展 OK 因为这是帮助你跨出生意的第一步 你用你的故事去签单 去招募 接下来这个生意就非常容易 因为你可以把一切培训 带到系统 靠系统来帮你来运作 所以你能够成功跨出第一步 说出你的故事 你的成功已经占了一半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什么叫做ABC法则 ABC法则为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如果你用对方法 你学会正确的推崇 就是Education 你等于就是让环境来帮助你 而不是靠你自己 我想这个 今天我在这个脸书 Facebook看到一个posting 他说成功人士 取决于他借力多少人 来帮他达到成功 所以如果今天呢 你还在靠自己 来运作这个生意 其实你会做得很辛苦 可是如果你能学会 怎么样去推崇 推崇什么 推崇环境 推崇工具 推崇专家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生意 就会怎么样 让你运作得非常的顺畅 那什么是ABC法则 首先呢 你在英文来讲 像breach 就像桥梁一样 你是桥梁 为什么 因为这个未来的顾客 不认识这个专家 谁是专家 记得 只要是你自己的朋友 专家绝对不是你 专家绝对是什么 是别人 OK 专家这个是让别人来当专家 绝对比你自己说自己是专家 强得多 OK 那 你是一个B rich 那C是谁 C就是英文就是customer client 就是未来的客户 那专家呢 就是A 就是expert 好 那今天这三个人 不同的人 有什么样巧妙的关系呢 第一个 谁信任你 因为你的客人信任你 你也信任你的朋友 然后呢 如果今天再加上你 来推崇专家 记得是你来推崇专家 而不是你在专家面前推崇你的客人 这个很重要 OK 如果今天 你跟你的朋友当中已经存在信任了 然后呢 你又在客人面前推崇这个专家 这时候 你的客人会怎么样看待这个专家 他会尊敬这个专家 所以呢 这是一个听起来好像很简单的工作 可以我告诉大家 我做过那么多的这个one on one 这是一对一或者是会议 其实有没有推崇 绝对决定于这个会议的成功 为什么 因为如果今天 你邀请我 去给你的朋友 做ABC做会议 我一到会场 或者我一到这个餐厅 我一坐下 不管我多会讲 如果今天你没有在 未来的客户 或者在你的朋友面前推崇我 我讲的都像空气一样 没有价值 为什么 因为他不知道我是谁 很重要 那还有呢 一坐下 常常有朋友怎么样 哎呦 一棒啊 我这个朋友很棒啦 做生意非常的成功 在全世界有几家企业 你不需要推崇 在我面前 或者是专家面前推崇 为什么 你把你的客人推得那么高 你的朋友怎么样 已经开始认为 自己很厉害了 那你要这个专家 怎么样接下去 所以呢 很重要 为什么要推崇这个专家 因为专家 要开口 说的话 是为你来做工作 专家的一切力量 都是由你来给他的 OK 很重要 所以呢 如果今天大家把这三个人 的巧妙关系 完全做对的话 那这时候 绝对会有什么 成交 一个deal OK 一个deal 很重要 OK 所以呢 这个是推崇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我想呢 大家平常呢 去做one on one的时候呢 很记得 如果今天你是B OK 你一定要怎么样 假如说你今天 明天两点 下午两点 约了你的 你的 你的 这个领导 去给你的朋友 来做一对一 我在这里很快的 告诉大家 有几个重点要注意 第一个 每一个一对一的会议呢 不要超过一个小时 为什么 因为 有几个因素 一个小时 其实重点 就可以讲得很清楚 如果你拉了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其实怎么样 你第一个 你的时间不值钱 第二个 你的资讯 可能已经讲得 天花烂坠了 你今天的 唯一的动机 是什么 是吸引 未来潜在的客户 让他签单 签了单以后 下一次再去做培训 可是很多朋友 把所有的东西都讲了 培训也讲了 客人还没有签单 你为什么要去培训他 所以我们一切的动机 如果是潜在客户的话 时间是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到了 就算你没有约 你也告诉你朋友 我还有下一场会议 我要先走了 OK 这个很重要 第二个 你 在前一天 一定要告诉你的专家 这个潜在客户的 这些基本的背景 这样子这个专家 可以知道 用什么样的资讯 哪些资讯 对他比较感兴趣呢 专家可以准备 那第二个呢 你就是要在 事先怎么样 叮咛这个客人 这个朋友 我明天很难得 请到这个Mary 这个我非常尊敬 这个领袖 那他在百忙之中呢 明天愿意给我们 一个小时 我们一定要准时到 你在做什么动作 你在告诉他 这个专家很值钱 很难得约到 人才会去怎么样 才会去珍惜 然后呢 一坐下来以后 其实通常 这个你跟客人 要准时到 我都会建议 专家可能稍微 迟到个五分钟 绝对不能让专家 来等客人 OK 如果专家已经到了 客人还没有到 我建议专家 可能先到隔壁 买个饮料 先不要过来 好 那我觉得 一旦这个三个人 都聚会 都见面了以后呢 你还是要怎么样 介绍客人 再介绍这个专家一次 有些朋友 非常的可爱 有些伙伴 我每次做完 这个一对一 事后我都会 给他们做一些review 看看哪些地方 做得对 哪些地方可以改进 那有些朋友 忘了做推崇 我说 为什么你这一次 没有推崇 你知道他的回答 很可爱 有啊 我都有啊 我昨天都推崇了 错误 因为呢 在做销售的过程 其实营造气氛 是非常重要的 他你你昨天推崇 也许他今天怎么样 已经忘了 这个专家的背景 或者他不知道 专家真正的 这个关键 在哪里 所以呢 记得一定要在客人 面前怎么样 在同样 在专家面前 一次来做推崇 所以呢 我想这个ABC法则 如果大家做得对呢 你在生意的每一个动作呢 都可以做得很顺畅 那 ABC法则 既然ABC法则 能够让环境来帮助你 其实A不见得只是专家 其实这个ABC法则 可以用在我们做生意的 任何一个环节 OK 所以A也可以是什么 A也可以是工具 像DVD 像一本书 OK 举例来说 如果你今天 要请朋友看一个 一个系统的 这个培训的DVD OK 如果今天你把一个DVD 举例来说 Kim呢 有这个 在中文呢 很早以前就有一个 正确的认知的这个DVD 你今天把这个DVD 给这个你的伙伴看 如果你没有推崇这个DVD 这个DVD就不值钱 这个DVD没有它的价值 所以呢 你要是拿DVD给朋友 你可以说 这个DVD你拿回去看 一点力量都没有 可是如果今天 你推崇这个DVD 你拿这个DVD告诉你朋友 小王 你要学会在最短的时间成功 你一定要看这个DVD 这个DVD 这个speaker 这个讲师呢 在这个电子商务呢 是第一把交椅 而且呢 很多朋友看了这个DVD以后 都恍然大悟 原来这个生意 那么好做 所以呢 你看了这个DVD 你赶快看 我后面还有人在等 所以呢 我两天后呢 我来拿这个DVD 所以如果你这样子 包装这个DVD 你说你这个朋友回家 会不会急着怎么样 放到DVD 这个电脑里面 赶快来看 绝对会 所以呢 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不能怪怎么样 怪我们的朋友 没有做对的动作 因为我们都没有包装好 我们没有引导他 我们你想想看 大家都忙 如果今天你不给我我想要的 我为什么要看DVD 所以呢 这就回到这个 我想昨天在这个 这个全球视频说明会的 这个后面的简短培训呢 我有跟大家分享到 其实在销售的过程 其实很重要是什么 你要知道别人要什么 因为我们往往都习惯 告诉别人做什么 因为是对我们自己有益 而不是对对方有益 难怪对方会怎么样 看不到价值 他不知道为什么要 做你叫他做的动作 所以呢 推崇很重要 当你知道 这个某一项工具 的功能 会帮到你的朋友 你要好好的包装这个工具 告诉他 否则的话呢 其实同样的工具 在不同人的手中 其实它的意义 它的价值是大大不一样的 那A呢 也可以是讲师 很多朋友说 哎呦 伊范我很难邀约朋友 如果你现在所在的国家 有这个视频说明会 或者是有这个 视频说明会 全世界都有 只要你有电脑 就可以上视频说明会 或者你要参加当地办公室 或者是当地这个团队 所举办的这个说明会 很重要什么 很重要你要包装这个讲师 OK 为什么 因为现在有太多的说明会 哎呀 我明天有一个说明会 你来开会 你来开会 开什么会啊 其实我那么忙 我为什么要来开会 这是个很直接的这个反应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站在对方的角度 去让他知道 那举例来说 我今天要邀请朋友看视频会议 我会告诉他 哇 今天呢 你花30分钟的时间呢 这个视频会议的讲师不得了 他以前是传统生意的大老板 他现在在杰斯这个平台 做的这个这个生意啊 这短短的三四年的时间呢 已经让他过去十年传统生意呢 都没有办法去相比 这个讲师现在在全世界呢 帮了很多人成功啊 所以呢 你一定要看 所以呢 这样子的 你稍微知道这个讲师的背景 去包装他的话呢 人家就知道什么 我今天看的这个视频会议 对我有什么好处 其实每一个人都想要知道 做这件事情 对我有什么好处 所以包装推崇非常的重要 那活动 这个生意 其实就是活动 你的你的你的团队 你的生意 有多少活动 其实呢 就是怎么样 我们英文叫做 more meetings means more money 就是五个m m就像这个这个 麦当劳这个m的一样啊 你越多的活动 你这个生意就可以怎么样 做的越火热 赚的越多的钱啊 那我想呢 在这个活动啊 其实US全球创富系统呢 我想在我们的创办人 Kim的带领之下呢 其实在这个 其实在过去四年啊 我想 很多的这个活动 很多系统的活动呢 就是真正怎么样 真正抱住大家 把怎么样 把生意去运作成功 把生意怎么样去借力 我想呢 你可以问问多少朋友 是因为一次的活动 让他完全怎么样 完全把这个生意的思维打开 那参加活动哦 前提其实不是只有活动的本身 其实最重要就是活动 制造出来的环境 这个environment 会产生很特别特别的怎么样 我们叫做chemistry 这些特别的这个化学的动 化学的这个反应哦 很奇妙 会让人突然怎么样 把那个心结打开 或者对一件事情怎么样 就是看得很透彻 所以呢 我们常常说 一定要把团队带到活动 带到系统 为什么 因为活动所产生的效应 不是你或我一个人就可以制造出来 因为我们常常说说说说说说 其实你让活动 让伙伴 让其中就在活动里面的一个陌生人说 其实也许会大过我们平常所说的哦 所以呢 活动非常重要 我们今天呢 要做的动作就是怎么样 就是像一个媒婆 一个matchmaker 把这些资讯系统的活动 快速的传递下去 那这样子呢 只要你的朋友 在活动里面 就让活动来为你工作 OK 我想呢 我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说出 这个很多这个这个这个见证哦 我想呢 大家都知道在香港呢 这个啊 这个我们的新科钻石Patrick哦 我想他在2013年呢 他自己本身呢 就是从红宝石变成绿宝石变成钻石 一年的时间呢 就翻越那么多的阶梯 那他自己也做见证 靠他一个人再怎么努力 也没有办法怎么样 把市场做到这样子的一个 引爆的这个程度 但是他懂什么 他成功的部分 就是他懂让环境 让活动来带领他成功 我想呢 在这个他自己做见证哦 他这个这个香港的 杰斯大学 以及艾莫老师的培训 他的团队 他把整个团队 一次一次的怎么样 带到这样子的活动 其实很多朋友 参加系统活动以后怎么样 就非常震撼 比你自己每天去盯他都好 那另外呢 我想在这个 新加坡的这个新科的红宝石 Winston哦 他在加入杰斯六个月的时间 从一个从来没有碰过这个生意的人 他六个月为什么可以怎么样做上红宝石 就是他懂得怎么样借力 上一波在新加坡的这个艾莫老师的课 他带了112位的伙伴到了艾莫老师的课程 那这个艾莫老师的课程呢 也震撼他自己 已经震撼他的团队 因为呢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让这个环境 来刺激 去stimulate我们的团员 那我想呢 系统的活动呢 其实每一场活动呢 都有这个 他我们这个创办人Kim Huy 他的这个 细心的这个安排 那我想下一个最新的这个活动 除了这个下礼拜在香港的杰斯大学活动以后呢 我们有一个卓越钻石高峰会 那大家可以知道在这个这个 这后面的这个背景 这个八位优秀的领位优秀的钻石 在差不多2月初的时候呢 在香港做了一场特别的培训 一个六个小时的培训 那这六个小时的培训呢 太震撼了 因为每一个钻石 他有他自己的故事 他代表了一个特定的族群 所以当你把一个一系列 而且这些钻石都是怎么样 都是靠自己 把市场运作出来 努力成功的钻石 他们是怎么样 他们的故事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如果他们是能够做得出来 变成钻石 我想这个故事是非常振奋人心的 所以他们每一个人 你想想看 我在这里跟从你们的荧幕的左边 就是我们台湾的林中瑶老师 那他自己本身呢 他是这个传统的这个化妆的这个总经理 那他也在这个过去也到国内去经营生意 但是呢 在他大起大落了以后 他选择了杰斯 现在他最有名的话就是怎么样 光中药主 他已经能够怎么样 光中药主能够回家告诉他的家人 他成功了 所以呢 他的故事是震撼很多怎么样 很多这些朋友们 不管在你大起大落 或者是你现在人生多低潮 但是你愿意的话呢 你愿意让你的家人 为你怎么样感到光荣 他的故事是非常震撼人心的 那再来呢 第二位 这个王碧青老师 那他在台湾呢 也是传统的这个高级上班族 那加入杰斯以后呢 他的带团队方面 还有他的这个心态的建设呢 都让人家非常怎么样 非常的 好好的都在怎么样 接受他的培训会 好好的反省自己 那再来呢 第三位这个Eric 他是国内这个的钻石 那他自己本身在媒体界 是非常成功的 那再来第四位呢 就是我们系统非常优秀的 这个Samson 他就是经营这个十多年的 这个家具店 但是呢 他在杰斯怎么样 完全改变他的生活 那下一位呢 就是我自己 那再来呢 就是Harris Tan 他过去是传统的电脑工程师 可是电脑工程师 没有让他人生达到梦想 可是在杰斯 他人生一切的梦想 都已经怎么样实现 那再来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个Patrick Tan 在一年的时间怎么样 翻三个颜色 到了钻石 那在最右手边 这位是Kevin 那他也是国内的钻石 他也是香港的这个传统 这个投资公司的这个老板 但是呢 为什么在他传统行业 那么成功的背景之下 他愿意选择杰斯 所以呢 你看看 这一系列的钻石 每个人有他的故事 他们今天呢 用他们自己的时间 用他们自己的花费 到不同的国家怎么样 去帮助系统里面的朋友们 所以你们要怎么样 要借力像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那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 这个幕后的故事啊 在这个香港 做了这个六个小时的这个 钻石培训 就是这个几个礼拜前啊 每一个钻石下台来 都大声说 哎呦 这样子的一个培训 一定要把它带到我的国家 因为太震撼了 你看连讲师都被这样子的一个组合震撼 我想呢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这个机会啊 所以呢 这次在这个 卓越钻石高峰会呢 这个第一站呢 就是香港大学结束以后呢 27号晚上 会有一场超级的这个创业说明会 尤其国内的朋友 因为平常在国内 没有像这样子的一个正式的招商会 既然你来到香港 你要怎么样 好好的借力 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国际平台的事业 那27号晚上 这个招商会完了以后呢 我们也会有一个简短的这个培训啊 那30号呢 我们就会飞到马来西亚 那3月30号 马来西亚呢 一整天白天呢 就有这个卓越钻石高峰会 我知道这个票哦 已经抢购一空了 那晚上呢 也有特别的这个国际的这个超级说明会 那31号呢 我们也要马不停蹄的飞到台湾 在台湾晚上3月31号呢 会有一场事业说明会 就是超级钻石的国际的事业说明会 那4月1号白天呢 就是有这个6小时的卓越钻石高峰会 所以 你如果懂得怎么样去借力 把你的团队带到像这样子的一个场合 我想其他我们都不需要说 就让环境来怎么样 来刺激 来造就你的朋友 那有时候除了不止台上的讲师 还有当他们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看到哇 你看别人那么努力 OK 不是台上人努力 台下团圆 每个人都有故事 你知道吗 我记得有一次在台湾 我忘了好像是在台中 好像晚上7点的事业说明会 有一些朋友下午2点就来占位置 坐在前面 太感人了 为什么 如果今天你看到别人在这个平台那么努力 也许也会怎么样 刺激到我们自己 可能我们自己要怎么样 加一把戒 OK 所以呢 这是系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那再来一个 让这个杰斯生意 这个翻转几倍 在过去一年的时间 我想我们要归功于 这个我们系统里面的 这个爱莫老师的培训 那这个爱莫老师培训 其实在这个全世界 不同的城市呢 已经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轰动 我想很多朋友在线上都知道 是因为我们自己 是因为上过爱莫老师的课 才让我们重新看待我们的事业 重新看待我们的人生 那这个爱莫老师的背景 其实是非常不简单 那他在这个 这个是著名这个全球的 不只是气管顾问 他是很多这个企业家的 这个请都很难请到的这个老师 那这一次呢 是受到我们的系统创办人 金慧的这个邀请来为我们系统呢 做全球的这个深度的培训 那我们叫他是B训 是两天的课程 那我自己本身上过爱莫老师课 其实不下五六次 我可以在这里告诉大家 每一次上课 哪怕我只得到一句话 我觉得都让我觉得这个课程 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而且每次上课 因为你自己的怎么样 成长在不同的境界 那我想所学到的 所得到的是非常震撼 那这一次呢 在这个我在这里告诉大家 前两场在香港 以及台湾的爱莫老师的培训呢 一场都有三四百个人 那上完课程的人都说怎么样 都恨不得当初把自己所有的团员 带到这个课程来上课 OK 所以呢 因为这样子呢 这个香港跟台湾都要求怎么样 立刻加场 所以呢 我想这个 为什么香港跟台湾的这个业绩 那么的好 我想有它的重点 那你想想看 我觉得其实 如果今天 你或你的朋友 你的团员 你的伙伴 想要认真做这个生意 我常常说 为什么不投资你两天的时间 为什么不愿意简单的相信 如果今天爱莫老师的课 在全世界造成轰动 把业绩怎么样翻倍 你为什么要选择不相信 你为什么要选择不去借力呢 所以我觉得 你愿意做这个生意 你赶快早一点上爱莫老师的课 为什么 因为可以让你走冤枉路的时间 走少一点 让你离成功的距离 能够缩短一点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不是你自己要去上课 你要怎么样 把你的团员 你的伙伴 带去上课 其实这个生意 这个爱莫老师的课 其实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推崇 爱莫老师 学习怎么 告诉他们 为什么要上这个课 我想很多领导 其实非常的有爱心 但是有时候就好像是 baby sitter 好像是保姆 下个月有爱莫老师的课 你要来上 你要来上 我告诉你 如果你这样子讲的话怎么样 记得 第一个 我们没有推崇爱莫老师 我们没有推崇这个课 第二 你还是没有告诉我 上这个课 跟我有什么关系 能够帮助我什么地方 所以呢 同样的 这个系统的活动课程 也需要推崇 也需要包装 所以呢 我觉得每一个朋友 今天呢 我会告诉大家 接下来我们在马来西亚 在洛杉矶 在香港 在台湾呢 都有 接下来两个月 爱莫老师的课程 那我待会会把日期告诉大家 可是你们要怎么样去邀约 你的伙伴呢 记得 你只要把重点 讲出来 他们要不要 这是他们的选择 可是谁不要快速成功 谁不要改变他的人生呢 所以呢 你要怎么样 你要告诉他 你要告诉你的朋友 哎 下个月 很难得请到系统请教 爱莫老师 来到马来西亚做培训 如果你真的想要认真做这个生意 你要投资两天的时间 为什么 因为投资这两天的时间 也许可以帮你 赚到你接下来40年 要付出的时间 你可以帮助你怎么样 要花40年才学会的课程 也许两天你就搞懂 接下来你就可以享受怎么样 享受这个课程 带给你的利益 带给你的帮助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快速成功 你一定要来上爱莫老师的课 有些朋友说他要上班 我甚至会告诉他 如果你真的想要翻身 你请假吧 因为你上班 一年两年 有没有让你得到你人生想到的 想得到的 我想答案大家都知道 可是多少的朋友 已经经过爱莫老师的课 帮助我们自己 看到我们自己的盲点 也帮助我们怎么样 在成功的路上 能够走得更顺畅 我想很多事情 是要自己到那个环境去 才会让自己的心结打开 所以如果今天 你要让你的事业 在杰斯这条路上 能够快速的起步 你一定要怎么样 把握系统这个机会 把你全部的团队 想要认真做生意的朋友 带到爱莫老师的会场 那我想在这个系统的这个帮助之下 你不需要向企业家 两天花三千块钱美金 来上爱莫老师的课 今天爱莫老师专门为杰斯 为我们的系统 所设计的课程两天 每个国家有自己的费用 我想平均是差不多两天 两百块钱的美金 我想如果今天我投资两天的时间 跟两百块钱美金 能够让我赚到 接下来二三十年 四十年丰富的生活 我觉得这个投资太值得了 很多人常常说 我要改变我要改变 可是真正最小的动作 他都不愿意改变 你觉得你的人生要靠什么样 才能让你得到改变 所以很多事情从小动作开始 那接下来呢 我来告诉大家的这个时间 我想这个接下来第一场呢 是在马来西亚四月十号跟十一号 我想马来西亚的朋友 我觉得这个香港跟台湾 已经怎么样 已经要求立刻加两场 不是只有一场 而且现在他们的业绩 也证明了怎么样 已经翻倍 所以如果你要抓住香港 跟台湾的这个浪潮 你一定要把你的团队 带到四月十号十一号 马来西亚的课程 那在洛杉矶的朋友 四月二十六号 二十七号 我们一样在Arcadia 会有同样的课程 那香港的朋友 五月十号跟十一号 香港的朋友才刚上完 可是他们立刻就要求 五月十号跟十一号 而且票已经完全卖完 他们怎么样 他们去求救我们的创办人Kim 要怎么样 立刻加场 所以香港除了五月十号跟十一号 已经额满了以外 又加场了六月二号跟三号 所以我想事实业绩 证明一切 那再来呢 台湾是五月二十四号 二十五号 同样上一场的台湾呢 大爆满 而且呢 他们也同样的怎么样 遇到香港的问题 最后他们请求Kim 来帮他们要求爱莫老师 为他们加场 所以除了五月二十四号 二十五号以外 台湾加场了六月四号 跟六月五号 所以我想呢 跟着系统走 借力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就是你借力的最好的工具 所以这个生意要怎么样 简单相信 往前冲 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我常常说给自己一年的时间 完完全全 不看左 不看右 不要听外面的噪音 一年的时间 相信自己 好好的 带入系统 好好的跟你的领导 跟你的团队合作 一年后 你不成功 都很难 OK 那最棒的是 我们这个生意是什么 边做边学边赚钱 我常常说 好好的努力三个月 三个月不断的怎么样 不断的跟朋友分享 不断的去招募 你好好做扎实的三个月 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生意的成功是什么 是按倍数来增加的 所以我非常鼓励 每一个在线上的朋友 我想 希望除了你们今天 现在在线上 还是有几百位朋友 参加这个培训的课程 我想希望今天培训的课程 对你们有帮助 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去实行 OK 我想呢 当你的心态正确了以后 就简单的相信 是实际的去操纵 把你所成功的 你所学到的去怎么样 去应用 你就可以知道 系统为什么 教出来的方法 确实就是有用 我想在座 很多朋友都知道 你要是学到 你才能做的 有什么 你才能做的 没有 我可以说 你还能做的 有些人 我可以你 是 就是